Adast,欢迎来到Adast的频道 2024年10月新翻之我要来推荐青春之乡 这部动画在10月3号这天上架到Netflix独占 看到熟悉的网飞 被套牢的作品通常讨论度都会比较低 但像是药师少女的独语就是个例外 我也希望青春之乡能够拥抱同样的人气表现 这部作品绝对值得大推 通常如果要推荐朋友来看新动画 比起用文字讲一大堆优点 我最常做的就是把那部动画的OP贴给他看 OP做得好推克没法恼 由知南负责的演唱 搭配这如梦似幻的画面 相同的蓝色Sand Blue OP画面是荒木哲兰超刀 如果你喜欢我内心糟糕的念头 第二季的跳舞OP 那么我想你也会喜欢这首 画面中的淡露淡出滤镜的效果运用 来自于摄影监督穿下玉树 本人也在X发文表示 他在OP内努力强化光线的表现 成品相当完美的表现出青春与恋情的情境 滤镜风格很有回忆感 类似风格的作品可以参考春季的诗意头补 穿下玉树也是担任这部动画的摄影监督 背景融合、滤镜、转场的运用 通常都是摄影监督的负责范围内 青春之乡的OP 我认为他也完美对应了这部作品的标语 我的青春全部都塞在这个箱子里 箱子有多个隐喻意思 就动画目前而言指的是体育馆 故事中最主要的场景几乎是围绕在体育馆内的球场上 而这栋建筑物的外观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立体物 长得就像箱子那样 所以直白一点 那标语的意思是 我的青春全部都在体育馆里 这所体育馆坐落在私立农民学园 这是一所寒瓜国中高中一贯制的体育名校 大多数的学生在这里从国中毕业后会直升高中部 男主角珠谷大喜是中学三年级的男子羽毛球舍社员 每天早上他都会提早到体育馆内进行自主训练 但有一个人永远比珠谷还找到 他是女子篮球舍的明日之星 路也千下 出登场的时候是正职高一的新生 时间稍微往前拉一点 当初国二的珠谷跑回体育馆内收东西 不经意转接满脸泪水投球的千下 因为他的篮球队只差一点就打入全国赛 输了比赛的隔天 千下即便泪流满面 也还是维持自主训练 即便不甘也依旧练习的这个画面 烙印在珠谷的脑海中 也从这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位学姐 千下不止球技出众 他的外貌、气质更是球场耀眼的存在 你只要看了动画第一集 学姐出现的每一个画面都超美 仿佛被仙气给包围 当大喜每次将视线停留在千下脸上 那时间仿佛被冻结 怎么可以美到这么空灵 在动画播出后 原作的老师三浦花 更在X发文表示 自己看到哭了 可能真的是被美到哭了 大喜在关注的过程中 不自觉的喜欢上这位前辈 对千下而言 他只知道一直以来有人在旁边打羽球 虽然说是前辈 两人的年龄也只差了一岁 但千下的人设 对于恋爱并没有什么向往 他目标放在打进全国大赛 与此相比的大喜 还只是一般的社员 连首发战力都还算不上 年龄是无法弥补的差距 但努力可以拉进彼此 这部作品是恋爱为主轴 同时并行梦想的挑战 不论是男女主角还是其他的配角 都是运动社团的一员 大家都对全国大赛有着向往 接下来的内容会提及动画前两集的部分剧情 以大喜来说 为了能够对等站在千下的身旁 她的努力就是从不起眼的社员向上趴 一样以全国大赛为目标 她以为升上高中 可以慢慢赶上这个目标 结果第一集就告诉你 女方的父母要到海外工作 女儿也得跟着去 这当大喜很慌啊 赶快跑去找前辈记地喊话 结果人家并没有要跟着去 不过这也是多亏了诸古在之前的闲聊中 给予千下想起中学时的不甘心 才造就了这个结果 不然第一集学姐出国 开局及巅峰就收尾 这应该也是不错的短片啊 千下的父母让她留在日本 并占住在妈妈的朋友家 听到女神还在 但主角自然就要安心了 不用担心看不见前辈了 隔天一觉醒来 那个令人魂牵梦营的前辈 竟然出现在自家准备早餐 千下的妈妈说的朋友家 正好就是大喜的妈妈 暗恋的天才前辈 从今天开始住进家中 心动不已的同居生活 就从今天开始 男女主角的同居是不是让人想到各种走光情节 不小心撞见浴室洗澡的情境呢 以上这些传统的妹仔表现 在这部作品内完全看不到 青春之乡在感情面是纯爱 在梦想面是挑战 两个目标都很单纯 感情线就是以大喜跟千下为主线 虽然也有其他女角会登场 但主线的本质便不会有任何改变 因为打从箱子内相遇的开始 男主角就是情不自禁 喜欢上那位永远找到默默苦恋的帅气学姐 男方的感情还明确 不需要花费前期不成去渐渐喜欢上女方 或是到中期才意识到自己何时心动 这些都省略了 故事虽然是以诸古大喜的视角来看 但整体来说 描述情感转变的焦点其实是路也千下 学姐空灵的气质下 对于篮球以外的事情并没有太多的反应 而她看呆的表情也常常让人感不懂她在想什么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 即使是校内的名花 有着丰富的异性缘 却始终没有人可以走入她的生活 而这个状况直到入住诸古家后 一点一滴的产生变化 对外在校 两人是不同社团的朋友 对内同居 是情如家人的心灵支柱 恋爱这回事 看似没有比全国大赛来的优先 但那份在意对方的感受 正慢慢的酝酿 哪怕是冰雪的熔岩 见到在意的人跟异性相处 也会因此动摇而龙雪 知难的主唱 腾原创负责声普路的作词跟作曲 进入副歌的歌词意境 真的很青春唯美的恋爱感 在春天与你相遇 在夏天为你着迷 秋天的粉雪是如此的与你相配 这里点出世纪中的三季 而最后却不是以冬季收尾 腾原冲用接下来的这段话 来代表象征恋爱的冬季 在无暇瞥间的世界里 像恋爱奔跑者 名为你的季节 不用白话的直男说法 用你的季节来收服你的心 这真的超级高招 这里很重要 各位男士记得超期爱 腾原冲用春夏秋跟冬季来形容你的季节 如果你有在看漫画就知道 这是呼应大喜跟倩夏从相遇到相恋的时间点 而动画的BGM是由大尖尖昂来负责 他之前负责的作品是水星的魔女 可以预见在一些重要的情感戏 应该会有出色的弦乐表现 之前也有在这部影片介绍过他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青春之香的感情戏是属于细水残留的类型 围绕在球赛的情谊 那个温火真的是恰到好处 赛场上的细节 可能不适合直接拿来跟运动方来对比 毕竟这部比赛的核心是透过比赛来强化信念 玩到题材会以为了某人而战 看似文艺的青春之香也是一样的道理 比赛是为了坚持我们共同的目标 这部作品着重在内心戏的表现 这份心境许多时候用的是角色面部的特写来诠释 我特别喜欢漫画中的表情 尤其是那种揪心不甘心的情绪 三普花老师真的画得很出色 孕育体操俏皮可爱的小厨 宇秋学长真胜 都有几回让人感到不舍共情的温戏 但所有的角色虽然有过结果不如一的时候 却从来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角色们的心态跟成熟度相当超灵 从这点就能看出作者细腻的情感世界 高中生的青春有着不符合年纪的沉稳 谈情说爱却不显娇柔造作 男女之间的细微小动作 渐入家境的互动 不约而同的默契 这些细腻的共情铺成 在这入秋的季节内 以连续两季的动画播出 跟着青春之香迎来冬天的寒意 将带给你对恋爱的憧憬 大家好我是阿渣 从这部影片之后将会不定时的 在正片结束的片尾处 加入我个人的杂谈 聊一些跟正片无关的话题 也是希望能跟你们有更多的话题互动 现在10月新凡开播后 你们有看了哪些作品呢? 我目前看的青春之相 胆大胆 神剑闯江湖 履林 第关于地球的运动 这季可以看的真的好多 11月还有最大咖的奥书也是必看 除了新方古顶椎 目前我也还在补番中 现在补的是影宅 大家知道这部作品吗? 为什么也会来补它呢? 也是因为要来做作曲家系列的介绍 预计下一个制作的是莫广建一郎 因为作曲家可能会参与很多的作品 我也不可能每部都看过 所以会去挑几部大家知道的 或是我觉得特别的作品来放入介绍 预计莫广建一郎制作结束后 下一个会来做微卜游记 我知道这位大师应该有人等很久了 但我个人在制作前 即便是看过的动画 也都会再去翻来review一次 没有看过的也会慢慢补 也因为这样作曲家系列 籌备期都会很长 这点就只能请各位多多包涵了 那如果有任何想给予我的意见或是想提问的 再麻烦帮我到1万QA底下留言 那么本集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